霍滿民進黨強推勞幾法修正案 今天上午國民黨霸佔 主席台不讓修法 而勞團也在立法院外抗議 總教柯建明走出立法院的時候 被抗議勞團追打 他一度在混亂當中 一次被打了好幾拳 還被推倒在地 今天我要回幫助副部長 他們整體來圍毆我 就是暴力一定要譴責 我就是覺得台灣民主 可能走到盡頭了 這種運動團體的做法 可能應該是過副了 推擠 衝撞 毆打 不只攻擊總招柯建明 勞工團體甚至丟職炎舞蛋 這些鏡頭全都是勞工團體 因為不滿民進黨有意強勢 通過勞基法修正草案 在立法院外強烈抗議的畫面 也讓國會殿堂憤怒之火大爆發 所有的勞工團體 應該約束他的成員的行為 並且應該要立即向柯總招 來做最誠意的一個道歉 難道這是所謂的進步價值 台灣民主嗎 我想國人應該來 好好地反省這些事情 民進黨選前一個嘴臉 檢後一個嘴臉 尤其是我們柯總招 違背民意 罔顧民主 民進黨提出的特休假版本 勞工不領情 固滿情緒衝到最高點 一例一休以及砍七天假 已經從紙上談兵演變成群體暴力 但這爭議一天未解 抗爭不會輕易落幕 黃宇新聞綜合報導 黃宇新聞綜合報導 合佳 裝 黃宇新聞維